在乌克兰夜路走多了遇到的是空袭 爆炸就在眼前几公尺外 驾驶差点丧命 上周五深夜 俄军空头至少三枚滑翔炸弹 其中一枚在第二大城哈尔科夫 住宅大楼前引爆 大楼外墙跟窗户惨破不堪 可见俄军的炸弹杀伤力强大 这波空袭光是哈尔科夫 就有十多人受伤 滑翔炸弹也然成为 乌军靠近前线居民的噩梦 俄军暗夜空袭可能就是为了算这笔账 上周乌克兰接连打击俄国境内 两个大型军火库 引发巨大爆炸 有专家推测 乌军引爆了至少三万吨的烈性弹药 等于是俄军两到三个月的弹药补给灰飞烟灭 甚至连北韩给的炮弹也毁于一旦 截断俄军的弹药补给 或许能为前线乌军争取宝贵的时间 被西方笑称是移动铁皮屋的俄军硅甲坦克 外层加上装甲来抗无人机 但是乌军技高一筹 从炮管的缺口 剑缝插针 还是照样被无人机锁定猎杀 另外一头的乌军阵地D30 榴弹炮靠着炮击来拖慢俄军的攻势 固守战术似乎也奏效 俄军在乌冬逼近后勤枢纽 波克罗夫斯克 大致沿着铁公路 兵分三路进攻 然而最近在城南五公里处的水渠线 推进速度慢了下来 俄军的下路是由低处往高处走 想办法要进攻丘陵 中路一度越过了水渠 但又被乌军打了回去 上路是两座南宫的矿山 恐怕也没有这么快攻入城区 前线苦战总统泽伦斯基 飞越大西洋求救 防美型的第一站 就是参观兵州的一间军工厂 这里生产的155毫米口径的炮弹 就是要援助乌克兰 泽伦斯基本周还要出席联合国大会 可能是拜登总统卸任之前 最后一次跟泽伦斯基见面 泽伦斯基不只要让拜登 看他提出的制胜计划 还有下届总统可能的人选 川普跟贺锦丽 毕竟明年1月白宫换人当家 泽伦斯基当然也会两面压榜 尤其是不愿意援助乌克兰的川普 要亲自争取支持 所谓的制胜计划最关键一环 就是要想办法说服拜登政府 放宽远程武器的打击限制 现在看来也没有想象中乐观 美方当然还是怕被俄罗斯 视为直接介入战争 也有不少国会议员替乌克兰请命 另外美国也预计本周宣布 新一轮的原屋计划 包括海马斯的补充火箭 火炮的炮弹以及装备 泽伦斯基这趟防美行 也不至于空手而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新闻网均